如何给图片去背景呢 这个影片教你三种办法 不要错过哦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HeaderPod 说到给照片去背景呢 是我们经常需要用到的功能 但是很多朋友啊 可能并不懂这种专业技能 别担心啦 这个影片会教你三种办法 保证你就算是电脑小白呢 也能快速抠图去背景 花果使用电脑和手机 图片去背和影片去背啊 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给我们点赞订阅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来说说方法一 使用iPhone的抠图去背功能 就非常的好用啊 我们打开iPhone 选择我们要去背的人像照片 然后手指长按呢 需要去背的人物啊 就可以看到呢 人物快速就被抠除出来 然后用另一只手操作 拖动到相册保存就行 最后打开 可以看到呢 照片已经被抠了下来 方法二呢 我们来交流一下 用我们最常用的 PS抠除背景 我们打开PS的钢笔工具 然后将我们要抠除的人物啊 描边 然后右键鼠标建立选区 点击Ctrl-C 复制一层 最后再选择Ctrl-V 粘贴上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人物就被抠除下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方法三 我来说一下影片的区备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我们的 Heat Pop Object Remover 专业区备软体啊 首先我们呢 先到Heat Pop的官网 下载并且安装 Heat Pop Object Remover 接着点击打开它 可以看到软体界面呢 也是比较简洁 我们这次试着将这个啊 Vlog视频的人物抠出来 直接导入到软体 接着可以看到呢 软体分了 AI物体抠除和AI人像抠除 我们选择人像抠除 接着物体呢 可以选择保持背景透明 或者是填充绿幕啊 我们先选择保持透明试一下 可以先点击预览 最后呢 我们选择导出 保存位置呢 选择在桌面就行 只需要几秒钟 可以看到呢 已经导出完成 我们最后打开看看呢 可以看到Vlog背景呢 去除的是非常的干净 整个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第二种是去背的同时呢 再给我们的人物啊 加上绿幕 我们回到刚才的步骤 点击绿幕填充 最后点击导出 最后我们看看成片 可以看到呢 在成功去背的同时呢 还给影片啊 添加上了绿幕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软体 然后试着操作使用稿 软体的下载链接 我已经留在影片的下方 以上就是本期 去背介绍的三种办法 最后呢 大家不要忘了 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我们 获取更得好用的影片编辑工具 好的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吧 拜拜